控制器復原 記一下控制器很重要 無論哪一個軟體都有控制器復原 因為這條線其實說真的要不要刪掉 其實可以不用刪 因為剛剛不是講的 可以怎麼樣的拉伸 這邊不是再點它一下 點它一下之後的話 它不是還有拉伸對不對 其實點一下線對不對 特別知道這個有點要稍微 要不要移到上面之後有個拉伸 可能要你們要稍微體會一下 然後再拉伸多少 70除以6 Enter 然後再空白鍵把它取消掉 這一次 再拉伸一下 點它一下對不對 然後再 油標放上去不要點 拉伸 方向要給它一定要出現綠色的虛線 70除以6 Enter Enter之後再Enter一下 特別知道是點一下 然後再點它 點這一條線一下 拉一下 剛剛漏一個動作 拉這個方向 跟它講說你往這個地方 幫我拉伸過去 70除以6 Enter一下 這條線就OK了 然後你再點一下圓 然後再找終點 拉過來 然後一樣 修剪 空白鍵 把這個 修掉 那這一條線就不用了對不對 不用之後的話呢 你就直接選它 按修剪 這樣子 可是呢 上半部有對不對 那下半部怎麼辦呢 其實呢 可以用旋轉 那怎麼旋轉 特別是這邊不是有個旋轉 這個旋轉呢 就可以讓我們 把 這一個上面的東西 再一個圓心 把它 這做什麼呢 180度的旋轉 可是旋轉來說 順便要什麼 要複製一個 旋轉複製 那怎麼樣旋轉複製 這邊就要牽涉到一個 就是 旋轉按下去 它會問你說 選取物件 對不對 那物件的選取 特別注意喔 順便講一下 選取物件的方式 我想